到中午了,过来点个餐 要了一个苏拼 要了一个鱼香肉丝 看人家这个小店 非常的干净啊,也非常的宽敞 刚才要了一个鱼香肉丝 然后要了一个凉拼 出来了 刚才问了一下啊 就是这个店主啊,他是本地人 本地人的话呢,按厂理来说 不在这边,不能在这边 注册这个经营执照啊 但是人家这个店面的话呢 他是这个在雄安集团下边的 也就是说 他们属于给这个雄安集团打工的 然后呢,把这个钱 交给这个雄安集团 雄安集团把钱再还给他们 是这个样子,就属于合作吧 那么还问到一些情况呢 就是说 这边的好多的这个门脸啊 我说老板这边房子都都 都这么空着呢,我说怎么没人来住 他说大多数啊 大多数的房子都被人家 已经有的人占了 当时啊,在去年的时候 六月份啊 这个就要求他们啊 这批就是已经占了房子的 赶紧过来开业,必须营业 但是因为种种情况嘛 还有很大一部分啊 都没有 都空着 毕竟现在的话呢 人也少 也不可能让他们全部的同时开业 都是陆陆续续的,你知道吗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位置啊 都 可能都不太好瞪了 也不太清楚啊 不具体 具体情况还是真不太知道 但是说句实话啊 学校的,挨着这个医院的生意都特别好做 你知道吗 这边的门脸非常难抢 但是现在看着你好像是空的啊 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被人家已经全部就占完了 所以说现在的干什么啊 竞争还是蛮大的 昨天有一个老兄还问我呢 说明年想过来 适合做什么 明年过来可能有明年的发展啊 你具体想做什么的话 能做什么 还是看自己会什么啊 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其他的 现在的这个房价啊 哎呀 是一个样子 到明年是一个房价又是一个样子 就不一样了 还有就是什么呀 刚才我还打听到一个情况就是 想在这边就是 开立自己的个体制造的啊 一般都是面对北京的或者是天津的 如果说你是这个其他地方的话 必须得是找一个 好像是啊 好像是啊 也不能明确 好像是得找一个当地人啊 一起合作 也就是说的话呢 起执照 起当地人的 然后的话呢 你可以去经营 外地人可以经营 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这边主要是起到一个疏解功能了 具体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还得 看官方的 看官方的 我现在只是打听民间的这个事情啊 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说句实话 如果说是 只面对这个北京的天津的 这个居数性 居数性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这个地方 要的东西是些经营 那其他省市的过来的话 要是只能挂靠的话 找一个当地人合作 做生意大家都知道 找一个合伙人 都治根治底的比较好一点 你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 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 那这种生意十有八九的话呢 很难做长久 对不对 好了 不多说了 回去啊 吃饭你们 你们看一下 这个中学有多大 从这边到这边 一大片全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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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